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出數位中介服務法 草案引發多方的反彈 NCC發新聞稿強調 草案只是出版 還沒有經過委員會最後的審議 確定 也沒有提送行政院立法院 因此沒有需要撤回的問題 但還是引發在嚴黨批評侵犯言論自由 我們應黨立委表示 NCC是獨立的機關 未來希望能理性的討論 對網路的犯罪防止 擰聚共識 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 未來立法方向 還在向網路平臺業者說明階段 就引發對言論自由的質疑 行政院長蘇貞昌要求相關部會 要和社會積極溝通之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除了宣布暫緩舉行公聽會 21號發出新聞稿強調 草案僅為初步版本 尚未經委員會議 最後審議確定 沒有部分人士所稱強推之情勢 也沒有提送行政院立法院 因此沒有需要撤回的問題 災黨都將炮口對向民進黨 批評前置人民言論自由 草案就是政府提出來的方案 就是民進黨執政黨的立場 所謂的新的言論戒嚴的一個草案 當然全民不能接受 而這麼民主的一個方案 我相信民進黨提都不能提 而提了就表示 這個政黨是真的是民主倒退的 意圖用數位中介服務法 前置人民言論自由 涵蓋人性尊嚴 國家安全仇恨或歧視的規範 卻都沒有明確定義出標準 給予行政機關無限擴張認定的權利 面對在來黨批評 有參加立法院交通委員會的民進黨立委 強調NCC是獨立機關 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未來希望各界討論鄰居共識 NCC新聞稿葉表示 言論自由是民主資產 也是憲法保障權利 但網路犯罪問題也急需解決 該如何拿捏糞跡是艱難課題 希望能回歸理性討論 讓政策周延完善 記者張誠 陳信龍綜合報導